到這個婆婆 大家都要注意 現在時代真的有一點不一樣 不是像你們當媳婦那個年代了 現在媳婦很兇的 現在媳婦很白目 很白目 也沒有在怕的對不對 也沒有在怕的 我們這邊問一下廖老師說 有一位婆婆對媳婦過於嚴苛 結果媳婦就無法忍受 她那個媳婦是長媳婦 而且她下面是三個妹妹 所以那個也是獨子 也是長子 有三個 妹妹 怪獸 小姑就對了 對啦 獨孤 那麼結婚的時候這兩個人 因為一個是男帥 女秀 秀不是漂亮 而是秀氣這樣子 那麼那個女孩子大概有點 有點公主病 他們認識以後就是說 因為那個女孩子就比較 她是老大 結果她是三個姊妹裡面 最晚結婚的 已經三十歲了 結果她碰到這個男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看到天菜一樣 然後三個月就要結婚了 三個月就要結婚的時候 寫了一張清單 說他們的訂婚條件是什麼 雖然說沒有要很多的 拚金 沒有要很多什麼 但是咪咪咪咪很多 這婆婆真的很生氣 妳是下什麼鐵子給我 我要照辦著 一看 盧盧盧盧盧監 看一個就竊齒一次 看一個就罵一次這樣子 但是獨子 竊齒一次 看一條竊齒一次 嘴咪就咪咪了 嘴咪就咪咪了 你知道嗎 文言文言吳都竊齒 然後因為她又 她又寵那個大兒子 所以大女兒就跟她講說 看見了 沒什麼 就沒多少錢 就是比較囉嗦一點 我們就照她的意思好了 然後竊齒這樣就親家才相見 親家才相見 所以 然後來的時候 對 那個 那個菇子就在講 大菇子就說 長得還滿秀氣的 那個五官都很秀氣 她媽媽說 親民 沒人言 如果說到這種 要問周映君老師 婆婆第一次見到媳婦的時候 大菇說 不錯 長得滿漂亮 結果未來婆婆說親民 這句什麼意思 親民的意思就是 沒有笑臉 對 就是臉長長臭臭的 應該講說這個 這個嘴巴都往下 對 就是一天到晚 不就是不當一回事 那叫親民 不能照顧 才不會照顧 所以我就沒人言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熱臉 還年紀輕輕 就法令文這樣 然後呢 那個婆婆說的話更好玩 這這麼散 散又沒辦法 醫療還不會死 所以婆婆有很多懷疑 我才獨子 所以當然要先講一講 但是當然是後面講 這不是在桌上講的吧 當然不是 還好還好 後面講的 後面講 但是好像也會傳到她兒裡 不曉得是怎樣 怎麼言之就這樣子 然後呢 兒子要 然後就結了 這個女孩子很厲害 她看到 看她先生的公司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套王 她先生都睡在那裡 因為先生也覺得 中車勞頓 她自己公司有時候坐到很晚 那太太就 靈機一動就說 你們家那個新房那麼小 而且你有三個妹妹 我覺得 公司上洗手間就會要排隊 不如我們就 新房就設在這裡 又這麼大你就都扁扁 帳戶也是一個白目就對了 就說OK 住了之後也沒有跟媽媽講 然後最後才跟媽媽通知說 妳那不用把我們送房 我們要住 住公司 媽媽就覺得 妳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或只是被通知 做什麼...這樣子 好 上班以後呢 你知道最重要是 有兩個小姑在裡面上班 老二跟老 小姑也在哥哥的公司上班 對... 因為那個媳婦就發覺說 到月底的時候呢 那小姑就去跟哥哥講說 一萬五呢 她想說 她已經領過薪水 為什麼還來跟我要一萬五 要來跟我先生要一萬五 她就走過去 然後那個... 她先生就跟她講說 當時創業的時候 媽媽有投資 但是媽投資以後 就家用比較缺 所以我們有協議 我一個月給她一萬五 因為我不多嘛 對不對 因為我哪裡有多對不對 然後... 她站在那邊也不走 她就一直看 她先生數錢 有沒有多數一張兩張 多偷偷偷給妹妹 這個媳婦喔 對 然後臉又臭到半死 然後那個小姑拿到錢 就很不高興 回去就跟媽媽講 媽媽就更氣 什麼東西 好... 她現在是在表我 打個面上 我拿錢還要看她的面色 最重要的是那個 這個媳婦也是很小氣 又白目 有一天她看到媳婦穿了一件 她去公司找... 就逛街 順便逛到她兒子的公司去 婆婆... 對... 婆婆 然後就看到媳婦穿著一件西裝 然後裡面穿著一些 粉色的內大衣 那時候不是流行內大衣嗎 她說妳真的還不錯喔 妳如果把媳婦說 媽媽 這也會穿對不對 這有伸縮性 不是 就要等到婆婆問說 這真的多少 他說兩百塊而已 其實應該有少講 那婆婆就說 他幾色 他說六色 婆婆說妳直接給我買一顆 兩顆 兩顆也在千里而已對不對 然後婆婆走的時候 她就在那邊唸說 妳媽又沒有上班 為什麼一定要 那個內大衣買到六件呢 六件要怎麼搭 這個媳婦在跟她老公倒 不是 跟她 就是反正小姑有聽到 這個話就對了 然後小姑就很生氣 那個小的小姑就很生氣說 妳一件兩百塊 兩件不過一千 六件不過一千二 妳到底那麼小氣什麼 就當眾衝她 所以她也很不爽 回去跟婆婆講 婆婆更不爽 媳婦不不理 媳婦不理 對嘛 應該要 人家已經開口了 妳又不是很大 又不是一萬二 妳送她會死 對不對 就是三千 兩千 真的 也應該的 這句話也太直接 妳送她會死 對不對 婆婆 這是婆婆的意思 然後呢 然後呢 生小孩 終於生小孩了 然後生男生 所以她覺得她 她非常有功勞 所以妳們這個家庭 反正只有一個男生 所以我一胎一舉得男 妳婆婆最少要來 對我嘉講一下 結果婆婆去的時候 她知道是生男生 看 妳們去看 看她說 男生是男生的 生得那麼悠氣 她要怎麼打拼 因為悠氣是像她媽媽 骨頭很細 那個女孩子悠氣 悠氣就很好看 對不對 不像我們這粗骨頭的 後來的丈夫的工作 公司有一點周轉不靈 那就是有些票 她代戒的 嫂嫂代戒的 就是那個 這個媳婦代戒的 所以呢 就是說她哥說要召集一個 就是 研票的那個小小的會議 把那個債權人找來 她說 她媽媽已經抵押房子了 所以那個錢馬上就出來了 就 所以只是一兩個禮拜 這樣子而已 結果她就把她所有的 不知道真的在乎 真的債權人還是假的 有真有假 大概有的是她自己的失望錢 叫那個 另外哪一個人多講一點 這樣子 妳說這個媳婦 對 那裡面還有新聞記者 所以當場就修祖先生說 妳就是說不會 不會做 不會 怎麼講呢 不會省錢 然後就是說 一開始就像個大戶一樣 一直找著 晚餐就帶著去吃什麼餐廳 什麼的 就一直罵她丈夫 然後在當場先生說 本來有多少本金 為什麼一下子就用光了 所以這個媳婦就 就讓那個婆婆覺得說很 這個不行 這個一定要處理一下 所以後來就有離婚 處理一下 那個小孩不到兩歲就離婚 來 我們